我国呼吁中国和美国继续以具建设性的方式参与亚西安事务 带动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增长 副总理王瑞杰也指出 中美两大超级强国最近的冲突加剧 亚西安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同各方面合作以便更强大 副总理王瑞杰在瑞士信贷银行亚洲投资会议上演讲时指出 他希望中美双方能坚持维持沟通渠道畅通 找出办法解决两国之间的差异 处理好双方的紧张关系和摩擦 副总理也说 中美上星期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高层级会议 尽管双方代表在会上措辞强硬 但两国其实都意识到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 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以亚西安来说 王瑞杰指出 除了贸易合作 成员国之间也需合作推行数码经济 以话一的标准 让可信赖的数据流通 促进跨境交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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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